太臭了 外边哩 我撇这个棒子浪费不少 不能尝尝白菜 谁尝 面还是行 这个白菜都不用保 自己的锅里分 面上也是保住保住 这个碗里保住就这 没辣子,定这个 大家好,我是阿远 今天做一个白菜炖粉条 先把粉条用冷水泡一下 现在天气凉了,也可以用温水泡 温水泡的话,泡制时间会短一些 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两块熟肉 解冻,把它切一下 一会儿炖白菜 可以做到冰箱里面 再切点这个白菜 这个白菜边上的,刚才我妈弄去包包子去了 把这个芯儿切在它 这个白菜是自己家地里边种的那个 现在都已经出了 这个样子白菜谁气大,是吧 以前种的成条那种 这个粉条已经泡好了 然后从中间截一刀 太好了,这个粉条 里边放点大料瓣还有花椒 炸香了以后了,放入肉片 来点料酒 里边再少放点面酱 加入点酱油 把酱油炒香一下 葱姜蒜 把白菜放进去,煸一下 把白菜炒软以后了,添入清水 放入豆腐 少来点老抽 调入盐 把粉条放入菜 把粉条放入菜上边 不要搅啊 搅了以后了,它就容易抓锅底了 把这个粉条铺到上面就可以了 开了锅以后了,炖了25分钟 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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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不是两只 嗯 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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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炖喵 炖了 写了我们的粉条 会引到这粉条